像牙制品在中国备受欢迎 那么也随着中国买家需求的不断攀升 对大象的非法烈杀和血腥的像牙贸易 也呈爆炸性的增长 批评者谴责中共官方没有积极的打击非法像牙交易 并忽畏买家放弃购买像牙产品 这一件件用像牙雕刻成的艺术品看起来精致美丽 却是以大象被残酷猎杀为代价 中国雕刻师和收藏家把像牙称作有机宝石 投资者则把它视为白金 随着他们需求的不断攀升 过去几年来 全球血腥的像牙贸易呈现爆炸性增长 反对象牙贸易的活动人士指出 中国买家掌握了大象未来的命运 他们必须停止购买象牙 批评人士也一直谴责大陆官方 没有积极打击非法象牙贸易 据统计 自2012年以来 有3万2千头大象被屠杀 批评人士警告 如果情况没有改善 许多国家的大象将逐渐消失 新唐人记者维清一综合报道 性供险 筷材